在大众面前经常以自信资太现身的小S 日前却在节目中自爆有一定程度的容貌焦虑 他透露自己经常想照镜子 担心眼睛卡眼使或是脸上有傻子 即便到高级餐厅示范 还是会忍不住频频照镜子 或是拿棉花棒整理仪容 小S的朋友看到他的举动不忘提醒他 这样看起来很没水准 但他仍无法控制自己时刻要照镜子的冲动 小S坦言自己也受不了自己这样的行为 甚至会将镜子放在餐桌上 时不时拿起来检查牙缝有没有卡菜渣之类的 让他在吃饭的过程中感到疲惫不堪 更迟延自己活得很累 不过他的状况无法靠特定药物进行治疗 进行调整自己的想法 以及向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求助 希望能够改善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可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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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